学校晚会上,舞蹈社四名女生在表演芭蕾时集体中毒倒地 送往医院后,三人毒发身亡,一人侥幸救活 活着的那个,是我 投毒的那个,也是我 尊敬的公主王子们,请给小斗一个关注吧 小斗每天都会给大家发好看的完结文哦 谢谢大家点赞支持 正文现在开始 每轮美奂的舞台,轻松欢快的乐曲 我和他们手臂互腕,缓缓跳跃 四人动作统一,步调一致 底下的观众正看得如痴如醉 我却突然察觉到,我旁边的三个女生动作慢了下来 我的肚子也隐约传来阵阵疼痛 终于要来了吗 我有些兴奋,嘴角勾勒出古怪的笑意 最后飞翔动作时,我身旁的他们继续跳跃着 细长的脖梗勾勒出优美曲线 彰显着对自由和天空的向往 音乐声渐渐变小,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说这只天鹅虎 当然,我也不只是说这只天鹅虎 东北一声,他们三人直接倒地 嘴角流出烟红的血 我也没坚持住,在肚子的绞痛中,缓缓倒下 音乐声顿停,全场尖叫起来 出人命了 再次醒来时,我在病床上 周围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 我爸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警察同志,我们家小夏老是本分 乖巧听话,不可能会干那种杀人的事情啊 一道年轻陌生的男生安抚道 叔叔,您放心,我们只是例行问话 我有些恍惚的睁眼,爸爸滚动他的轮椅 一到我床边,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 小夏,你醒了?你终于醒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会中毒?我,我没事,别担心 我一开口,声音嘶哑,喉咙疼得难受 应该是毒伤了喉咙 我没死,我居然没死 那他们呢 我颤抖着手,微微偏头,想问我爸 却对上了一双干净明亮的眼睛 你好,记下,我是世行针对的钟明朗 负责你们这起案子 什么案子?人文大学武艺中毒案 邓兴醒,陈悠然,秦雪 还有你记下,四个人同时中毒 并且,在学校晚会上表演天鹅忽视毒法 他们三个人在送来医院的路上已经身亡,你活了下来 听到钟明朗的话,我全身发冷 瞬息之间,脑子里已经百转千回 最后,我抬眸,对上他探寻的目光 有些神经质地笑了起来 是啊,我投的毒 我的直接认罪,让钟明朗这个年轻警察有些懵了 也让我爸震惊地大叫起来 小夏,你怎么可能杀人? 你是不是睡糊涂了? 想想你妈妈,她还在家里等你,你不要犯傻 就连钟明朗也语气沉重地提醒我 记下,事关重大,你想清楚再回答 我没去看爸爸沧桑的脸和残疾的腿,内心坚定如磐石 继续说,是我投的毒 钟明朗神情严肃,快速走到门口开始打电话 声音压得极低 可是,通过他的神情,我猜测到 他应该是在寝室上级 爸爸还在崩溃而焦急地跟我说着什么 我却无心仔细分辨,只是握紧了他的手 爸爸,相信我,我会自己处理好的 今天开始,你照顾好妈妈就行 爸爸还想说什么,钟明朗已经走了进来 对我说,不好意思,记下,你要跟我走一趟了 医生还在本着救死扶伤的原则,试图让我多住几天 可是,这个案子涉及三条人命,事关重大 对警察而言,耽误不得 我中毒也很轻,经过这两天的治疗,已经没有大碍 钟明朗直接把我带回了市公安局 我坐在审讯椅上,他看了眼我苍白的脸 甚至还给我递了一杯热茶 这次,我面对的人,除了钟明朗 还多了一个面容严肃的中年男警察 钟明朗叫他李队,我认识他 李队目光如炬,似乎要把我看穿 记下,你是怎么投的赌 我姿态轻松地往椅子后背依靠,很是不屑 用右手投的,荒唐 李队出师不利,有些怒了 我说的是实话呀,为什么不信呢 我有些无奈,钟明朗急忙对他说 我来问吧,毕竟之前在医院见过 也许他想着,我应该会好说话一点 钟明朗声音温和,认真的看着我 记下,据我们调查,你们四人都是人文大学 艺术系的学生,但是,先前并没有什么交集 毕竟,你去年九月份才来这所学校读大一 他们都是你的学姐 你们唯一的交集就是,你们四人都是学校芭蕾舞社团的成员 更重要的是,整个芭蕾舞社团 只有你们四个人 男人年轻俊朗的脸上带着真诚的笑意 跳舞啊,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见过神情有些松动,他继续说 可以聊聊你们最后一次舞台下的见面吗 最后一次见面啊,我们四个人为了这只天鹅壶 已经排练了很久,不想在最后的正式表演上出岔子 于是,约好在五月一日下午一点 进行上台前的最后一次训练 当天,我如约来到社团舞蹈室 和他们进行了排练 金色的阳光洒在教室,温暖而明媚 我见他们脸上出了薄汗 于是我主动提出去给他们接水喝 我们芭蕾舞社团很豪华,一切应有尽有 训练室旁边就是休息室,里面有饮水机 我抱着四个人的杯子,去到休息室 掏出提前买的毒药,分别放进了四个人的水杯 接了水后摇云,再回到训练室递给了他们 他们没有怀疑什么,直接一口喝下 之后的事情警察都知道了 五一晚会上,跳着跳着,我们就毒发了 听完我的话,李队眯了眯眼睛 你为什么要给他们下毒 我理了理头发,笑了 我和他们关系不好啊,多简单 刑侦队长的威压一下散开,字字句句 压得我喘不过气 记下,你年纪虽小,可是也18岁了 完全具备承担行事责任的能力 希望你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 你和他们关系不好 既然关系不好,你为什么要主动给他们 去隔壁休息室接水 而他们还坦然接受 你在撒谎,你在包庇水 头顶白光炫目,也不知道是不是毒药尽头未果 我忽然回想起来,我曾经也对他们三个人怒吼过 你们在包庇谁 我和他们三人的相识,要追溯到我进大学那天 我是去年9月进入人文大学艺术系的 坦白说,我当初的高考分数还不错 远远超出了这座三流本科 但是,因为它有特优生的招生名额 我获得了一个,不仅减免学费 更重要的是,每学期还额外给我补贴5000块 这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吸引力 我的爸爸是个残疾人 只能依靠一双手挣钱养家 妈妈有精神障碍,常年被关在家里,没办法出门 选择这所大学,我能给家里减轻很大的负担 给我办理入学的招生老师姓张 从我填写志愿到入学,这一路都是她在引导我 一开始,我是和同年级的三个女生住在一个宿舍的 开学当天,办理完手续,收拾好东西 住进宿舍之后,我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 看到操场很多社团招人 我刚想走过去,就被张老师一把拽住 记下同学,你高中就是舞蹈生 进入大学也不要松懈 老师给你推荐一个好的社团,很适合你 如果你能顺利进入社团,还可以住在社团二楼 免除住宿费 我对于帮了自己很多的张老师是无比信任的 听完他这话,灯时眼睛一亮 谢谢张老师,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不让你丢人 我天真的跟他保证,并没有看到他脸上心虚的笑容 而这个时候,我并不知道 天上吊的馅饼,从来都不是免费的 这个馅饼的代价,需要我用余生去偿还 通过张老师进入芭蕾舞社团后 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学社团装修的精美豪华 那时候,我甚至没有发出诡异的地方 一个普通社团而已 目前仅仅只有三个女生 怎么会拥有这么豪华的房子呢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了三位艺术系舞蹈专业的学姐 邓星星,程优然,秦雪 他们都很美,香香软软,让我不敢直视 可脸上却带着如出一辙的疲惫 张老师把我放在社团门口 意味深长地跟他们交代 这是新来的季夏同学,你们好好教导他 张老师离开之后 我站在门口,有些手足无措 邓星星端着水杯,用力撞开我的肩膀 走向休息室,脸上满是厌恶,非要找死 程优然脸色阴沉,倚靠在墙边 一边压腿,一边冲我挤出一个字,滚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招惹他们了 莫名其妙挨了一顿骂 气性上来,刚想离开 但一想到张老师帮了我那么多 我又不想让他失望 看出了我眼里的委屈 秦雪学姐走过来,脸上挂着飘忽的笑意 他格外高挑,身上透着一股清贵 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肩,安慰道 他们就是这个性格而已,没有坏心 你确定你想留在芭蕾舞蹈社团吗 我咬了咬唇,最终还是点头 加入这个社团有三个原因 其一,张老师的期许 其二,我很喜欢芭蕾舞 算是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 其三,芭蕾舞社团的活动场地 是独栋两层小洋楼 一楼是舞蹈教室,休息室,服装间,化妆间 二楼是社团成员住宿的地方 甚至还有独立小厨房,娱乐室 我可以不用承担住宿费 这更能减少家里的开支 脾气火爆的邓猩猩还想过来说点什么 却被性子阴沉的程悠然一把拉住 程学姐漆黑的瞳孔盯着我 嘴里吐出一句冰冷的话 何必阻拦呢 自己送上门的东西 他们毕竟是老成员 我是新生,不想跟他们产生纠纷 就算我觉得这是莫名其妙的敌意 我还是强忍了下来 芭蕾舞社团虽然福利好 但人却很少 如果一个月后 我通过了测试 就能正式进入社团 并可以搬来和他们一起住 我暂时 还是只能住在普通学生的六人宿舍 新生开学 刚刚结束高考的女孩子 朝气蓬勃 都在宿舍交头接耳 喂 你们都报名参加什么社团了吗 我加入了话剧社 好多帅哥美女 我进了学生会 要求好高啊 学姐学长给我面试的时候 我差点接吧 一个满身名牌的女孩子嘟闹 我对芭蕾舞社团感兴趣 可是 我被认识的学姐劝阻了 压低声音道 学姐说 我家里有钱 不需要进那个社团 而且 我听说啊 那个社团的女生都不干净 在学校里名声不是很好 我愣住 默默想了很久 走到校道 偷偷找同学 打听芭蕾舞社团的事情 得到的回复确实都不算好 不过 也没有什么实锤性的东西 无非都是一些风言风语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疯狂地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 然后拿起来手机发消息 张老师 我不想加入芭蕾舞社团了 可以吗 那头很快给我回复 不可以 我都已经给你报名了 名字都提交上去了 你就在反悔 我很难办啊 芭蕾舞社团考核 本来就严格 形象气质品格都要考察 很多学生在外表这一关就过不去 更别说还要是舞蹈专业生 就算前面两个都通过了 也有一个月的观察期 作为学生 诚实守信是第一原则 你就再出而反而 以后学校有什么福利 我都没办法帮你争取了 这番话 倒下傻了 我生怕惹了学校领导不高兴 影响我以后 在学校里的学习和生活 自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说过 自己想推社团的事情 新生入学要军训一个月 我却魄力可以不参加军训 在其他同学 顶着烈日战军资的时候 我却来到社团 开始跟三位学姐一起排练舞蹈 张老师特意来说明 芭蕾舞社团有自己的工作 一个月后 军训结束的验收当天 也是新生欢迎晚会 你们要负责表演节目 如果你能顺利通过校领导的测试 你就能正式加入社团 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我刚进社团 就要参加这么重大的晚会 心里很是紧张 幸好功底不差 舔着脸问三位学姐 邓星星和程悠然不爱搭理我 秦雪学姐却很温柔 会帮我解答问题 教我排练 只是 她的眼底总是有划不开的忧伤 季霞 你考虑清楚了吗 如果你真的参加迎新晚会 你以后就没办法反悔了 我并没有发觉 秦雪语气里的不对劲 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和他们一起表演的第一支舞 就是天鹅湖 这仿佛是冥冥之中注定的 很快 经过一个月的排练 迎新晚会到来 当天下午 是军训成果的验收 傍晚 迎新晚会正式开始 人文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 校领导的人员成分有些复杂 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晚会贵宾席上 做的是很多陌生的中年面孔 直到我们四人在化妆间化好妆 准备换衣服时 我突然发觉自己衣柜里的芭蕾舞服不见了 我差点哭出来 谁干的 谁拿了我的衣服 邓星星不耐烦地说 既然不见了 你干脆就别上场了 旁边的陈悠然垂着眼眸 鬼气森森地附和了一句 不去最好 我气疯了 认定是他们俩偷了我的舞蹈服 这一个月 被冷落和排挤的情绪顿时绷不住了 大喊大叫起来 你们俩到底什么意思 为什么一定要针对我呀 我只是想好好读书 好好跳舞 好好报答张老师 给家里省点钱 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容忍我呢 空气一瞬间静默下来 邓星星的脸色格外难看 却还是耿着脖子怒斥 是 我就是看不惯你 就会装可怜 赶紧滚 墙上的钟表忽然滴滴两声 距离我们上场表演 还有三十分钟 秦雪依旧那么温柔 他走到我身边 拉住我的手 缓缓帮我擦拭着眼泪 认真的问我 记下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确定 你一定要参加这个表演吗 我生来倔强好强 不服输的那股静涌上来 参加 没人能拦住一个自寻死路的人 这句话 完美应用到了我身上 最终 秦雪禁不住我的哀求 叹着气 找了一件旧的舞蹈服 给我穿上 我们的表演排在倒数第七个 每轮美奂的舞台 让我为之炫目 伴随着音乐 我仿佛真的变成了 天鹅狐狸被诅咒的公主 灯火中隐藏着那些恶魔们 可怕的脸 我满心欢喜 以为自己能等到王子 帮我解除诅咒 变成白天鹅 飞向蓝天 一舞弊 满场掌声 无数炽热的目光 流连在我们身上 令我不适 我被邓星星粗鲁地拉着退场 她皱着眉头 冲我叫 你快走 我很是不解 也很是生气 还没来得及问出口 张老师初就在了舞台后台 她的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 季夏 太棒了 你跳得真的很好 不过 还有最后一关要过 邓星星 程悠然 秦雪 你们带着季夏先回社团 乖乖待着 不要卸妆 不要换衣服 就这样很好 不听话的学生会付出代价哦 拉着我手的邓星星抖了抖 一路无话 他们都很紧张 四个人坐在昏黄的训练室 几面大镜子 映照着我们苍白的脸 这个时候 我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我受不了这种压抑的气氛 站起身来就想跑 身后传来呈幽然的冷笑 晚了 话音刚落 外面传来气敌声 接着 哒哒声响 门口交织着杂乱的皮鞋声 像是一张巨网 领导 您看在这边 这边就是我们的八绵舞社团 里面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审讯室里 故事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突然止住了话头 钟明朗的笔尖顿住 脸上带着疑惑 可说的话却单刀直入 然后呢 你说的是 去年九月的迎新晚会 这和你毒杀 他们三人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们 在那一个月里排挤你 所以你心生怨恨 下毒杀害了他们 从实交代 你是在什么软件 或实体店购买的毒药 我扯动嘴角 我自己也服了毒 伤了脑神经 忘记了这些 劳烦你们警察自己去查吧 毕竟 凡事都要讲究证据 不是吗 钟明朗终究还是年轻 听完我这些挑衅的话后 已经从最初的同情 变成了对我的愤怒 他似乎很难想象 就因为扮嘴 我居然狠心 杀死三个花一般的少女 而且 这三个女孩子 还跟我朝夕相处 审讯室的门被人敲响 一名女警走进来 递了一份文件给李队 还俯身在他耳边 说了些什么 李队朝后面一靠 脸上露出 胜券在握的表情 记下 坦白从宽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是想自己交代 还是等我们说 我笑了 警察叔叔 如果掌握了证据 就直接抓我吧 片刻对峙 仿佛过了千山万水 李队先开口 技术科的同事 已经解密了 他们三位死者的手机 里面的聊天记录和购物记录 全部被删得干干净净 但是 在邓星星的卫生巾包装袋里 我们发就了一张购物小票 说着 李队凝视着我的脸 慢条思理地问我 小票上的付款记录显示 正是邓星星的银行卡网络付款 你知道 邓星星买了什么吗 我不自觉地捏了捏掌心 耿着脖子 我不知道 我们去查了开小票的这家 卖农业生产资料的网店 4月25日凌晨3点 邓星星买了一瓶农药 正是你们四个人种的那个毒 钟明朗也看到了这份文件 满脸不可置信 结果李队的话头 焦急地对我说 记下 这份证据表明 毒药是邓星星买的 你为什么要认罪 你在隐藏什么 你说出来 我们警方会帮你 我无力地松开手掌 长须一口气 缓缓抬头 被你们发救了呢 没错 毒药不是我买的 邓星星才是凶手 第一次审问很快结束 我有些昏昏沉沉 但是我还得撑住 我猜测 警察很快就会再次过来 因为 他们会去仔仔细细地 验他们三人的尸体 尤其是邓星星 这次 他们主要会围绕邓星星去调查 果然 傍晚时分 李队和钟明朗再次进了审讯室 当脸色阴沉 验尸报告出来了 邓星星手腕处有一道疤痕 据法医检查 这个地方常年累月被反复割破 从伤口来看 是邓星星自己所为 记下 身为同一个社团的人和邓星星的室友 你知道他一直都有自杀倾向吗 我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 或者我换句话说 芭蕾舞社团的哪个人 没有自杀倾向呢 我从前是没有的 自从迎新晚会之后 我就有了 那晚之后 我顶着红肿的脸 回了袁新生宿舍 开始收拾行李 刚好上我没什么课 几个室友都在 看到我魂不守舍的样子 他们吓了一跳 纷纷上来关心我 夏夏 你这是怎么了 你昨晚表演完芭蕾舞之后 怎么没有回来啊 你住在哪里了 咱们都还是个新生呢 你就这样不守纪律 在外面私混 我收拾东西的手顿住 双目赤红的转身 死死瞪着说话的女孩子 疯了一般 冲上去掐住她的脖子 歇斯底里的大叫 我去哪里关你什么事 你是不是跟他们一伙的 你去死去死去死 其余几个女孩子吓傻了 急忙开始拉我 记下 你疯了 小白也是关心你 她就开个玩笑而已 你怎么动手打人啊 又一个女生接话 是啊 芭蕾舞社团名声不好 你别跟他们老待在一起 小白没说错 越是听着这些冷嘲热讽 想到昨晚的事情 我越是生气 那一刻完全丧失理智 我揪着那个叫 小白的女孩子的头发 恶狠狠地灌到地上 地上你们的臭嘴 管好你们自己就行 别来惹我 几个女生死死护着小白 有些惊恐地看着我 不敢再说什么 我慢腾腾地收拾完行李 没有再回头 义无反顾地朝社团走去 手机滴滴响起 银行卡到账的消息跳出来 一万块 对我这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 真的好多啊 经过昨晚的迎新晚会 我通过了考核 正式加入了芭蕾舞社团 二楼刚好有四个房间 我们四个人一人一间 我身上疼得难受 脚底像是有千斤重 走不动路 一向对我没有好脸色的 邓猩猩和程优然 却突然走上前 帮我接过行李箱 记下 他们担心地看着我 我崩溃地推开箱子 大哭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你们不阻拦我 脾气火爆的邓猩猩走上前 紧紧拥抱住我 他声音里满是七绝 对不起 我该不顾一切阻止你的 他这道歉的话 让我更加难受 我缓缓推开他 断断续续地唾起 对不起 我自找的 你们阻拦过我了 是我自找的 秦雪站在不远处 神色悲悯地凝视着我们 倒是沉默内敛的 程悠然挤出一句 哭也没用了 站起来吧 我的大学生活 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除了上课 就是训练跳舞 我以为这样 就能麻痹自己的神经 幸好 校园生活大多数时间 都是风平浪静的 邓猩猩 程悠然 秦雪 大多数时候 也都是静谧沉默的 甚至很照顾我这个学妹 教了我很多舞蹈技巧 我拉黑了张老师 没想到一个月后 他主动来社团找我了 他看了一圈我的房间 很是满意 记下同学 拉着张老师的手 千恩万谢 谢谢他给我这么好的 读书机会 谢谢他帮我们家 减轻负担 谢谢他把我当做 亲生妹妹 就连我那个平时 脑子糊涂的妈妈 也难得清醒了几分 对张老师说了一句 谢谢 麻烦你照顾下下嘛 可是 这位招生老师 是怎么对待 信任他的学生的 我知道 我自己有问题 我过于相信别人 我想给家里减轻负担 我以为自己高考成绩优秀 真的能吃白食 天上的任何馅饼 都是明码标价的 我终于明白 记下 迎新晚会那晚的话 你都明白了吧 每个月要按照约定见一次 这对你们这种家庭来说 其实是福利 以后你走上社会就会明白 能依靠自己走捷径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毕竟 很多人想走捷径 还没有这个渠道呢 我恨不得冲上去 撕烂他那张脸 可是 我不能 他威胁我 如果我不听话 他会告诉我的爸爸妈妈 爸妈已经够苦了 我和邓星星三人一起换衣服 穿上舞蹈服 化好妆 静静地坐在舞蹈师的地板上 四周镜子映照着我们苍白的脸 如同四具行尸走肉 又像带宰的羔羊 等待屠夫的到来 我崩溃地抱着膝盖 掐着自己的掌心 直到手掌浸出血珠 你们没想过报警吗 我问他们 他们愣了愣 随后露出苦笑 报过 没用 我露出冷笑 你们到底想包庇谁 我口不择言 质问他们是不是想包庇那些人渣 他们告诉我 人文大学附近的公安局 都和学校领导是熟人 只要你去 立马就能通知到学校 而且公安系统里面程序复杂 很多受害者 在等待取证的过程中 就自己先崩溃了 那些披着衣冠的人 社会影响力之大 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不甘心地追问 那你们没有告诉过家里大人吗 他们三个人明显都愣住 还是邓星星打破了沉默 记下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有的选 谁会进芭蕾舞社团呢 我仔细品味他这句话 是啊 我不就是因为家里困难 才来社团的吗 邓星星哭着 开始说起他的故事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爸妈就离婚了 我被判给了爸爸 后来爸妈各自重组了家庭 我就像是一个皮球 被他们踢来踢去 最后 还是年迈的奶奶看不过去 拿退休金抚养我 可是 奶奶在我高二那年去世了 我没办法 只能来人文大学 因为她减免学费 每个学期补贴生活费 据说加入社团 还能免除住宿费 我平时再出去做点兼职 完全足够自己学习和生活了 我以为这里是天堂 可是 我没想到这里是地狱 事情一开始发生之后 我纠结了很久 我羞于其耻 我辗转反侧的想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告诉我的妈妈 她是我的妈妈呀 她是女人啊 她肯定能理解我 肯定会帮我 我这样天真的以为 可是 我没想到 她跟我说 这种事情 我必须乱在肚子里 说出去对我的名声不好 就算不为自己想 也要为她和叔叔生的妹妹想 一个肮脏的姐姐 会影响妹妹 妈妈还跟我说 是爸爸对我不负责 是奶奶管教我不用心 让我好端端去学跳舞 就算读出来 也不是什么正经职业 甚至我平时跳舞穿得太暴露 不注意检点 那一刻 我真的觉得我罪该万死了 我为什么要活着呢 我为什么要学跳舞呢 我为什么要把这种事情告诉她 打扰她的生活呢 夕阳西下 冰冷的光打在舞蹈室 邓星星蜷缩在地板上 痛苦地哭泣起来 门被人哐当推开 我大梦初醒地睁开眼 原来 我还在审讯室啊 刚刚又梦到他们了 记下 你心里素质不错呀 这样也能睡着 李队脸上挂着不太真切的笑 我抬眸看向他们 如果你们经历和我一样的事情 你们也会像我这样的 钟明朗有些生气 到底什么事情 你不说 我们怎么帮你 我静静地凝视着 这个一腔热血的年轻警察 微微一笑 我们曾经抱过警的 没用 你吗 李队敏感地捕捉到了关键词 我沉默不语 李队叹气 你不信任警察 见我还是不说话 李队继续道 刚才邓星星的父母来了 根据你的证词和救场证据 我们合理怀疑 邓星星是偷渡凶手 可是 邓星星的父母却坚决否认 表示邓星星绝对不可能杀害你们 邓星星的父母 他们来了 我有些诧异 我淡淡一笑 为什么 李队坐下声音沉痛 因为邓家父母说 邓星星是受害者 他一直在被侵犯 暂时没有证据能证明 我是杀人凶手 24小时满 我被放了出去 走出行侦队时 我看到邓星星的爸妈 站在门口吵架 在他们身边 还站着各自新家庭的家人 如果不是你们邓家 星星会变成那样吗 会死吗 邓母气愤无比 邓父很不服气 你就在装慈母了 这些年 你看过星星一眼吗 一个小女孩抱住邓母的腿 轻声叫道 妈妈 邓母急忙抱起他亲了亲 对邓父道 行了 我不想跟你吵了 星星不能被当成杀人犯定罪 以后传出去 多多少少影响我家乐乐 邓父冷哼一声 也抱起他脚边的小男孩 用你说 我家安安以后 还想当大官呢 星星这事 必须好好处理 你不是说他之前给你打过电话说 被侵犯的事情 有没有证据 邓母眼睛一亮 我的手机好像有通话记录 自动录音 我回去好好翻翻 我没有再听下去 转身离开 有人追上来 我送你回去吧 扭头一看 是钟明朗 窗外风景飞逝 他一边开车 一边安慰我 以后会好的 我没接这个话 只问道 我爸回老家了吗 他点头 放心吧 我安排同事送到车站的 你妈妈一个人在家 你爸不放心 我常常松了一口气 突然有些疲惫 钟明朗把我送回了学校 下车之前 他郑重地跟我交代 保持联系 想起了什么细节 或者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路上同学对我投来诧异的目光 就在正式五一假期 学校还是有很多人 什么时候有人窃窃私语 卧槽 寄窝里回来人了 不是说记下是杀人凶手吗 他怎么还回来了 网上都炸开锅了 说咱们学校模仿气仙女投毒案 记下就是杀人魔头 我们快走吧 万一他发疯把我们也杀了怎么办 我听着这些刀尖般的话 恍惚地走向目的地 昏暗的独栋小洋楼 像是一个怪兽 等待着我的字头罗网 警察已经在这里查了底朝天 事发地的礼堂被封锁 社团里的相关证物全部被带走 整个房子显得有些空荡荡的 刚走到门口 就遇到后勤老师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跟我保持着距离 记下同学 你回来了 领导让你回系里办退学 等五一假期结束 你就赶快过去吧 另外 是这样的呀 这不是死了三个同学吗 这几天你还是不要在这里住了 原来是来驱逐我的 我扯了扯嘴角 我知道了 我只是想来看看 也许是我的目光过于清冷 后勤老师退了一步 好 那你快点 我轻轻推开训演的训练室大门 好像看到了他们 他们正站在屋子中间 翩翩起舞 犹如三只真正的白天鹅 欲成风归去 我再也憋不住 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身后突然响起哒哒的脚步声 例如去年九月 我初次参加迎新晚会后 在外面响起的脚步声 如同梦魇 死死纠缠着我 令我崩溃 时间交织重叠 我开始分不清梦境与救世 那时 我们四个人跳完天鹅湖 被快速带回社团 张老师说 稍后领导会亲自过来考核我 只有通过这次考核 我才能真正的进入芭蕾舞社团 我做好准备 想好了以最好的精神面貌迎接领导们 可是 我等来的是什么呢 是油腻的搂抱 是可怕的大手 是熏人的嘴巴 撕裂的裙摆 男人的调笑 我拼命挣扎和怒吼 换来的是无情的耳光 不听话 没事 调教一下就好了 脸颊红肿 毒蛇钻心 压制又红 记下同学吗 不错 我很喜欢你 以后你的未来我包了 很多声音响彻我耳边 一会 是女孩们绝望的哭泣 救命 不要 救救我一会 是男人们粗嘎的笑声 还是对着镜子爽快 小张真是办得不错 明年的平优平先 优先考虑他 休息室的工具都拿出来了吗 今晚好好玩玩 算了 你们在楼下玩吧 我还是带他回房了 一会 是张老师的警告 这是 都给我烂在肚子里 尤其是记下 没人逼你 是你自愿加入社团的 也是你自愿参加迎新晚会的 你敢说出去 你的爸妈就不好过了 这些领导 个个有权有势 像领导这个身份 对他们而言 只是最底层的一层皮而已 扒上他们 你们以后的日子好着呢 少走多少弯路 别身在府中不知府 我像是疯了一般 想冲上去 撕裂张老师那张虚假的脸 却被邓星星他们从身后拉住 他们带着哭腔 安慰我 记下 冷静会报仇的 冷静会好的 冷静 我恍惚的扭头 想跟他们说点什么 转过身去 却对上中明朗英俊正气的脸 我微微一愣 镇定下来 是啊 不是他们 他们全都死了 就再也不是一年前 见我冷静 中明朗这才问我 你怎么了 原来 他是不放心我 想回来看看 没想到刚好撞见 我对着镜子发疯 我支撑了身体 他大大咧咧地坐在我旁边 点点头 当然可以 就在是下班时间 我们当成朋友聊聊 见我不说话 他的声音沉了沉 继续道 记下 你知道吗 去年青少年自杀数据高达十万 多数孩子都是心理健康存在问题 你们要信任家人 信任警察 再不记 也可以去看心理医生 我嘲讽一笑 警官 并不是每一个人家庭都很幸福 都能在父母膝下成欢 比如我 我的父母是社会底层 爸爸残疾人 妈妈精神病 我怎么忍心告诉他们 我遭遇了什么 我受的苦呢 再比如邓星星 你在警局见到了 他的父母根本就不在意他 你以为他爸妈为什么出来作证 并不是因为爱他 而是为了不让他们其他的孩子 有个杀人犯姐姐 相对于杀人犯来说 被害者还是要好听一点 即使是被侵犯 你太偏激了 钟明朗试图说服我 我不甚在意 继续道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你这种在幸福的原生家庭长大的孩子 是不会懂我们的 男人深吸一口气 好 既然如此 那你跟我说说程悠然和秦雪的故事吧 我多了解了解你们 我侧头看他 你们警察没有调查到吗 他沉默半上 点点头 该调查的都调查过了 如果你和邓星星都不是凶手 所以 只剩程悠然和秦雪 也许 从你嘴里说出来 会有不一样的发救 夜色渐深 我和这个年轻的警察相对而坐 在这间空旷寄聊舞蹈室里 我突然有了一点倾诉的欲望 关于程悠然 我对于他的印象是冷漠 内敛 阴森 平时都阴气沉沉的 不爱说话 我们第三次报警失败之后 程悠然就不会再让我们去报警了 每个月 我们见完领导后 他都会掏出一部备用机 给我们拍照 拍下身上的痕迹 至今 那部手机我都不知道他放在哪里 但是 我记得他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 我问过他 为什么要拍照 他拨弄着漆黑的长发 抿唇到 万一 以后有人愿意帮我们呢 秦雪有些不赞同 你这样把我们的脸都拍了进去 万一手机被人捡到 我们还怎么做人 程悠然没搭理秦雪 还是自顾自地拍着 拍着拍着 他突然哭了起来 问我 下下 你是不是和秦雪一样 觉得我特别心大 对真操都看得这样淡薄 丝毫不担心 手机遗落会怎样 我急忙摇头 安慰他 没有 你很好 可是程悠然不信 他崩溃了 捧着手机 倒在地板上 难受得挤出一句 如果你们从七岁开始 就经历我的人生 也会变得和我一样习惯 习惯啊 什么是习惯呢 当然 是习惯悲惨人生 成父意外去世 成母带着年幼的程悠然改嫁 一起进了继父家 起初 程悠然是高兴的 他为妈妈高兴 以为妈妈终于拥有一个靠山 也为自己高兴 以为自己不会再和妈妈一起颠沛流离 终于有了爸爸 也有了一个家 可是 真相往往比想象残忍 继父喜欢酗酒 喝多了就开始揍妈妈 可是 他却很喜欢程悠然 从来没有对他下过毒手 程母带着个女儿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能挣钱的男人 不想离婚 为了自己免遭毒打 程母就叫年幼的程悠然 去讨好继父 程母以为 只要继父高兴 他和自己的女儿就有好日子过 可是他不知道 他把自己小小的女儿 推向了深渊 被猥亵 被侵犯 在家里堂而皇之地 做灭绝人伦的事情 多少次 程母就在外面做饭 继父直接摸进小悠然的房间 程悠然绝望了 他哭喊 可是 妈妈没有进来 陈舅的三居是真的那么隔音吗 平时的动手动脚 妈妈真的没有发觉不对劲吗 不是的 肯定不是的 可是 程悠然不信 高考之后 他试图拐弯抹角地 跟妈妈提这个事情 没想到 刚刚开了一个口 妈妈的巴掌 已经狠狠扇到了他脸上 你胡说 你爸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你不许胡说 你个没良心的死丫头 吃你爸的 用你爸的 就再还敢胡说 你弟弟还这么小 你是不是想害他跟你一样 从小就没有爸爸 一旁牙牙血雨的弟弟也附和 巴巴 不可能 这一刻 程悠然忽然醒悟 自己是礼物 是多余的 也是弃子 所以 程悠然学会了拍照留证据 钟明朗难以置信地问我 我点头 他妈妈拿命威胁他 不准报警 程悠然选择离开家 独自来外地读书 他以为这个学校给他的是帮助 以为终于逃离魔窟 钟明朗叹气 难言语气里的心痛 这些畜生 他应该早点报警 你们都应该立刻报警的 DNA留存时间有限 千万不要洗澡 遇到这种事 女孩子不要有羞耻心 错的不是你们 这话让我压抑的情绪涌上心头 钟警官 我们应该早点认识你 钟明朗声音悲怯 事发之前 程悠然有什么异常吗 我默然抬头 你怀疑程悠然是凶手 似乎是怕我误会 钟明朗急忙解释 办案嘛 肯定要多方便调查 任何细致末节都不能放过 你也想早点把那些人渣绳之以法 不是吗 记下 你还知道什么 全部告诉我 我会帮你 我正正地看着他 勾唇一笑 是啊 很对 话风一转 我冷冷道 可是 钟警官 你似乎过于相信人性了 我听同学提起 事发之后 程妈妈来了一趟学校 收走了程悠然的一些遗物 钟明朗一愣 紧接着 眼睛一亮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刚想说什么 突然 他的手机响起 喂 真的吗 确认是秦雪的账户吗 嗯 好 我马上回来 对了 派人去一趟外地程悠然的老家 他妈妈先前赶在警方之前 拿走了程悠然的一些遗物 里面或许有关键性证据 尤其重点关注一部手机 钟明朗走了 临走之前 他看我情绪不对 把我带回了公安局的招待所 你在这里住一晚 有什么需要 都可以跟前台说 好好休息 不要走远 明天我们还需要你来局里 有相关内容要问你 我点头 看着他离开 心里却紧张起来 幸好钟明朗是个聪明人 听懂了我话里的意思 希望 能找回那部手机吧 明天啊 等待明天 应该快结束了 第二天 我被带回公安局 这次 我还看到了学校那些熟悉的面孔 那群领导 张老师 辅导员 以及某些有过照面的同学 警察同志 事发之后在学校 我们不是都问过了 怎么又问 我们很忙的 叫我们来干嘛 凶手还没查出来吗 是啊 一开始不是说 记下是凶手吗 新闻上都报了 依我看 就是几个女孩子吵架 就在室友吵架投毒的事情 还少吗 我冷笑 被带进了熟悉的审讯室 这次是钟明朗和一名女警 李队应该是去审那群人了 钟明朗脸上带了笑意 记下 程悠然的妈妈手里 拿到了那部手机 我先了先眼皮 真的吗 钟明朗点头 真的 但是手机里的内容全部被删了 只留一张合影 我知道的 程悠然和他妈妈的合影 小时候的合影 这一切都被程悠然说中了 我们的同事正把程悠然的妈妈带回来 他涉嫌销毁证物 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意外呢 记下 钟明朗目光如炬 死死盯着我 我笑了 我当然不意外 而且我还知道 依靠你们行政技术科 很快就能恢复手机里的照片和视频 钟明朗默然起身 你什么意思 你紧急忙拉住他 让他坐下 我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反而认真的和他对视 我问他 昨晚你说 秦雪的账号查出来了 钟明朗警惕的看着我 很久没说话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或许是他耳机里有人说了什么 他终于点头 是的 邓星星 呈悠然的银行卡账号上 每个月会多一笔钱 是从秦雪账上转过来的 而每个月固定给秦雪转账的 是一个海外华商 姓李 你们学校最大的股东 就姓李 就在在我们局里接受审问 我点点头 是啊 秦雪是最开始被侵犯的人 也是第一个进入芭蕾舞社团的人 学校领导为避免事情暴露 前是通过海外账号转的 然后让秦雪转给我们 钟明朗眉头皱得更紧了 还有呢 我想了想 慢条思理的说起秦雪的事情 秦雪曾经也是小康家庭的女孩 爸爸妈妈宠爱 弟弟乖巧懂事 娇生惯养长大 可是 一场场灾难打破了他家的瓶颈 先是爸爸绝症去世 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然后是弟弟也遗传了这个病 需要很多钱治疗 妈妈因为爸爸的死 受了沉重打击 身体越来越差 为了给弟弟攒钱治病 给妈妈希望 他来到人文大学 想着省钱 更是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后 强迫自己吞了下去 因为能给弟弟赚钱治病 可惜 杯水车薪 救灾的医疗手段有限 秦雪的弟弟在一年前 还是病逝了 秦妈妈先后送走老公和儿子 最后也撑不住 离开了人世 留下遍体鳞伤的秦雪 警察显然早就知道了 秦雪的成长轨迹 只是 不知道背后还有那么多事情 说完之后 我若无其事的耸肩 韩笑继续道 我想起来了 这段时间 秦雪一度很厌世 很可能就是他想不开 给我们下了毒 钟明朗定定看了看我 揉了揉眉心 很是疲惫 记下不要再撒谎了 我们在你们四个人的杯子上 发就了重叠的指纹 邓星星 程悠然 秦雪的杯子上 只有他们自己每个人 和你的指纹重叠 最多两杯 你的指纹在下 他们的指纹在上 所以你说 你给他们接水 然后他们接过杯子喝水 这个是成立的 但是 在你的水杯上 发就了五枚重叠的指纹 记下 你的指纹在最下面 他们的指纹在中间 而最上面的指纹 依旧是你自己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拿自己的杯子 接水之后 他们三人碰过你的杯子 记下 自从毒杀案发生之后 你一直误导我们 包括你自己在内 四个人只认了个遍 我理解你 也许你是要通过舆论 把事情闹大 让警察好好调查 就在 你不需要那么做了 你可以相信我们 我们会好好调查的 并且 只要证据确凿 马上就可以逮捕 真正的罪人 记下 别怕 你可以说实话了 我缓缓抬头 满眼是泪 不可置信的 看向中明朗 你说什么 中明朗不理解 露出疑惑的表情 我崩溃了 大喊起来 你说什么 你把刚刚指纹的几段话 再重复一遍 女警见中明朗没反应过来 主动接话 在你的水杯上 发就了五枚重叠的指纹 你的指纹在最下面 他们三人碰过你的杯子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原来不是巧合 我曾以为 我没有中毒身亡 是我幸运 是一个巧合罢了 原来是他们做的 我几乎能想象到 他们是怎样做的 五一晚会上台之前 邓星星把买的毒药拿出来 我平均的倒进 四个人的杯子里 随后 我去休息室帮他们接水 回来递给了他们 随后 因为瓶子要味大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我决定先拿出去处理掉 我把它塞了几颗石头 丢进了人工湖里 在我离开期间 邓星星 程悠然 秦雪相对而作 互相看看 然后笑了起来 气下还小呢 她可真是傻孩子 她的爸爸妈妈 虽然身体不好 但是很爱她 她没必要陪我们一起去死 是啊 没必要 她和我们终究还是不一样的 于是 他们三人一致决定 拿起我的杯子 一人倒掉一点 直到里面的水倒了三分之二 或更多 然后兑满干净的水 我喝下的 就是那杯被无限稀释过的毒药 他们不想我死 我的三位学姐 即使 他们自己身陷地狱 可是 还想着给我一丝光明 让我活下去 女警给我递来纸巾 并给了我一个拥抱 别怕 你就再在市公安局 没有人能伤害你 你把真相说出来 我们会帮你 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哭过之后 想到邓星星 他们三人的良苦用心 我点了点头 从头到尾 把这件事情 人人本本的说了一遍 从去年九月 迎新晚会上 我被考核过后 我就真正理解了 他们三个人的用心良苦 我也明白了 芭蕾舞社团的 所有不合常理之处 为什么明明只有四个女生 却把房子建在僻静处 建得如此豪华舒适 他们从来就不是为了学生 而是为了他们自己享乐 我们是金丝雀 是被捏住命脉的玩具 是满足他们癖好的工具 这所私立的三流大学 究竟有过多少个邓星星 陈悠然 秦雪和季夏呢 我们不是第一个 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只是 这次 他们恰好遇见了我们 遇见了四个家庭不幸 对未来失去信心的女孩 我们不是没有反抗过 我们试图在网上发声 可是很快就被压下去 第二天就被学校点名批评 说我们抹黑学校 辅导员和同学都可以作证 是我们自己作风不正 芭蕾舞社团就是鸡窝 我们试图联合其他 已经毕业的受害女生 却被他们怒斥 我们都毕业了 早就遗忘了那些事情 你们为什么非要找上来 我们向警察求助 却要求登记 被要求提供有利的证据 刚回到学校等通知 校领导转身就得到了 我们报警的消息 这个时候 我们才明白 所以真的斗不过 也真的没有办法 让这群人渣得到惩罚和报应 我不信 在我的怂恿之下 邓星星他们重新燃起了斗志 经过重重打击 我们决定用自己的生命呐喊 如果舆论被压 一定是胡喊不够猛 如果警察不管 一定是命案不够大 如果家人不信 一定是代价不够惨 那夜 我们接到张老师口头传话 五一晚会后 好好表救 校领导会带人过来 这代表 那只天鹅湖过后 我们会彻底沦为商品 会沦为更多人的玩物 沉默中压抑时 秦雪提出 不如我们自杀吧 只要把事情闹大 一定会有人查 如果不查 那就是舆论不够大 证据不够多 就算我们的手机聊天记录 全部被柜子手门紧急删除 那有什么用呢 邓星星买毒药的记录 网购平台有 小票被他藏在卫生巾包装袋里 程悠然拍的照片 和一些录音 视频 备用机友 他怕校领导在他死后拿走遗物 故意告诉他妈妈 他手机里有继父的猥亵证据 程悠果然来拿走手机了 并且删除了那些 和继父相关的证据 可是 真正的证据 从来就不在相册里 而是在手机隐藏的软件里 程悠然堵他妈妈 还有一丝良心 故意在相册 存了一张母女俩的照片 堵他妈妈 不会毁了手机 程悠然堵对了 秦雪则留存了所有转账记录 这都是最直观的证据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邓星星 故意告诉我 卫生巾里有小票 为什么程悠然 故意告诉我 手机在他妈妈那里 为什么秦雪 故意告诉我 转账记录都还在 他们抱着我 告诉我 等我们自杀之后 这些证据都会被警察找到 其实 不是会被警察找到 而是 他们从来就没想过 要我陪他们一起死 只要我活着 这些证据就有出头之日 而我 我将是最直接的证人 我以为 我是幸运狗活下来的 我要给他们报仇 我以为自己表就很好 在凶手之间反复横跳 故意误导警察 调查邓星星 程悠然 秦雪 我以为 我很聪明 我以为自己闹大了事情 能让警察仔细调查 所有不合理之处 可是 之所以能这么顺利 是因为我被爱着 被他们爱着 他们寄予了我生的希望 所以 冥冥之中 是他们推着我再走 是他们在庇佑我 救赎我 就像是四个人 齐齐喝下毒药时 他们紧紧拥抱住我 安慰我 夏夏 别怕呢 姐姐们陪着你 夏夏 你要勇敢 勇敢地活下去 勇敢地替我们揭发真相 呈悠然的手机数据 全部被恢复 相关照片 视频 录音 全部曝光 人文大学相关领导 共五人 涉嫌长期威胁 性侵女学生 被正式逮捕 人文大学招生办 张老师 涉嫌协助性侵 买卖学生 被正式逮捕 此案在社会上影响巨大 开庭荡日 受害人记下 作为证人出席 令 曾经被侵犯 被伤害过的毕业女生 也站了出来 他们勇敢地出庭作证 并提供了相关的有效证据 人文大学相关领导 共五人被判处死刑 张老师被判处 有期徒刑二十年 四个女生 企图用死亡的代价 在众多媒体出席的 五一晚会上 让罪恶无所遁形 在三条鲜活的生命消失之后 他们等来了迟到的正义 那些在网上骂他们的人 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颅 那些误解他们的同学 也终于意识到了错误 羞愧难当地对他们道歉 相关媒体在网上 替他们发声 穿裙子从来就不是原罪 长得好看不是你们的错 喜欢跳舞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 因为贫寒 想尽可能为家里减轻负担 你们是好孩子 你们没有错 请勇敢发声 请挺起胸膛 请好好生活 错的是他们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